距離上回戰神大都幼蟲換土的時間有兩個多月了 今天就來幫他們換土吧 這次換土的主要目的是要分辨一下幼蟲的性別 大的公幼要放入9公升的容器飼養 小一點的公幼和母幼就先用5.5公升的容器飼養 先把它們全部倒出來吧 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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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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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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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辨識大豆幼蟲的性別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轉30後和頭幅大小 你看這兩隻 左邊的體型和頭幅大小 所以基本上是公佑的機率就很高了 再來我們可以看他肚子倒數第三節的地方 居然噴發了 好的 我們繼續找磕點吧 你看這裡 這就是他的磕點了 所以這隻幾乎99%確定是公蟲了 再來看這隻 頭幅也是明顯比左邊的大喔 然後你看這就是他的磕點 所以他應該也是公蟲 接下來就是繼續把剩下的幼蟲見識一下性別 其實有時候幼蟲的磕點非常不明顯 而頭幅大小也是要看120的營養和遺寸 所以有些個體是有可能分辨錯誤的喔 反正啊 我辨識他們的性別主要目的是為了分容器大小 母蟲基本上不需要用到9公升這麼大的容器喔 好啦 基本上就是7公3母的樣子 這次因為目測大多在60至80克左右 所以就先不量體重了 把他們放入形容器吧 把他們放入形容器吧 找到10公升的小公司 在旁邊的小公司 分居度是很少的 在20公司裡的小公司裡 放入形容器 在20公司裡的小公司裡 在20公司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就差不多完成啦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观众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 拜拜